今天也有一個非常大的壞消息 就是我們整體來說 台股史上最慘的斷頭是崩跌 剛剛證交所已經宣布說 3點半會緊急召開記者會 來告訴大家 目前有沒有一些這種信心喊話 或者是護盤的一些措施 因為現在目前台股出現 史上最大的一個崩跌 中廠重挫了1807.21點 收在19830點 等於說跌破了2萬的關卡 台積電甚至還觸及了跌停價813 不過中廠稍微漲了2塊錢 仍然是大跌了88塊 所以3點鐘要來召開記者會 然後來進行一些相關措施的說明 當然幾大國安基金 好像也是伺機而動 希望不要崩得太慘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剛剛提到了這次的整體來說 跌幅高達了8.35% 那開盤其實是還有2萬點之上 沒想到這樣子一崩崩了 將近2000點1800點 真的是創下史上最大的一個跌點 那台積電的話也是跌得非常的深 很多人可能都被套牢在 在9001000塊左右的這樣的一個價位 那看到這整體來說10天 從7月26到8月5號已經下殺了2500點 那其實最高點是將近23800點 這樣子下來已經差不多快三四千點的 這樣的一個跌幅 從今年的這個高點至今 所以怎麼回事呢 整體來說這個股市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到了熊市了嗎 熊的眼睛往下看 現在是不是已經開始進入到熊市 而且當你周遭越來越多人開始在聊股市 那個擦鞋銅效應出現的時候 恐怕就是一個反轉點 那我們看看現在很多的小股民 小資族以為現在已經跌到了底 要趕快去撿便宜了 零股交易反而在盤中 破了710萬股要去搶台積電 但恐怕這是一個下跌的刀子 現在小股民要打算要去接嗎 那再來看看蔡賴兩人過去其實不是一直該告訴我們說 哇 台股創下了新高啊 21000多點是什麼蔡英文 8年執政的這個指數漲了1.6倍的成績單 還有AI發威 賴清德什麼滿月台股漲了快7% 也是歷任總統第二強 那現在如此崩得這麼的鐵青 怎麼沒看到賴清德出來蹭一下呢 你怎麼只蹭奧運沒有蹭一下台股啊 幫忙講一下話嘛 那我們看看 今天大家就去問了經濟部長郭智輝 他竟然罕見的市井是不是還沒有跌完呢 我們來聽一下 全球股災的部分 全球股災 那種被經濟 經濟面是什麼 等一下 全球股災 我想這個 這個大家要有準備啦 這個是景氣循環的一部分 好啦 股災全球都這個樣子啦 但是笑得也是挺尷尬的 但是我們的國師謝金河 他告訴我們大家說兩岸關係不好 回台的錢越多 今年還是台灣大運的一年 全球股災怎麼影響到我們的大運呢 他說過去台灣的錢 源源不絕地流向大陸 但是最近這些年台灣的錢不進大陸 還從大陸跑回台灣 這兩岸關係越不好 錢回來台灣越多 他當成一件好事情再說 那再來我們看看 現在券商的下單APP還當機 因為可能是因為開盤的時候就殺斷頭了 所以很多人趕快逃啊 很多忠實貨限制不敢接刀子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前景有一點危急啊 那雅股也是全面的崩跌 你看到這個日股還熔斷了 那韓國的股市也是這樣子一片島 全部都是這個收黑的局面 就等於說雅股整體來說 跟美股的連動非常的緊密 現在台股要全面備戰了 等於說短線要測試半年線 有沒有支撐 那為什麼會跌那麼深呢 大家都在問說跟美股連動 美股到底怎麼了 美股就是上週有公布出來 這個經濟數據 失業率走到三年來的新高 沒想到週末又來了三隻黑天鵝 一個是傳出巴菲特 砍半蘋果的持股 因為它唯一看好的科技股就是蘋果了 沒想到它砍半 那再來這個 揮答這個新的AI晶片 有推遲的消息出現 也重創了大家對於科技股 AI未來的信心 還有乙依一直在喊話 就是48小時在倒數開戰 那現在看起來也是一觸即發 這三隻黑天鵝 恐怕也是重創美股的主要因素 那我們台股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問一下鄭老師怎麼看 我不玩股票也不懂 這些股市起起疊疊 但是這個股市今天台灣 由此以來最多了最強的一次 竟然一個重疊 那我們看到可能股民可能哀哀叫 不應該幸災樂禍 但是我不禁在想說那個 曾經高到2萬4千多點 現在這一下來回跌了4千5百多 好的時候那些人 蹭得到怎麼樣的 我前一趴集中談曹青城 我這一趴集中談謝金河 謝金河也是我非常討厭的一個人 我不懂這個專業 那你就好好談專業 問題是他搞政治 搞認知作戰 如果按照他的邏輯 台灣的股市會漲 就是因為錢從大陸跑回來 那現在台灣股市跌 那就表示按照他的邏輯 兩岸關係現在大好就對了 因為兩岸關係不好跑 而且反過來 兩岸關係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所以錢都跑了 因為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是謝金河不願意看到的 兩岸關係不好 是謝金河願意看到的 你不喜歡大陸 你那七萬兩岸關係不好 你就好好地做你的政治主張 他把它跟他的所業 所謂專業連在一起 跟股市連在一起 所以股市會好就是 錢都從大陸跑回來 那現在錢都跑出去是什麼意思 那這兩岸關係好嗎 謝金河你在出來講 結果這個時候他邏輯不一致 他說大樹沙來了 要看什麼指數 巴菲特怎麼講 什麼潮水退了 才知道誰沒有穿在這邊裸泳 你為什麼不邏輯一次 因為你搞不來 因為你把這個股市的漲跌 硬是跟政治意識形態搞在一起 你是個多糟糕的人 那你拿他跟前面的曹信誠比 說真的曹信誠一支嘴 讓他那個實際是反差太大 信用很差 而且他得機招張 謝金河很有趣 他在台灣很多人信他 我還看他出來再公開發表聲明 罵我們的政府機關說 多少在他網路上 利用他謝金河 假借他謝金河 發布很多消息 再騙很多人說跟著他投資 他就很生氣在罵 說那個警政署抓得不利 一再去 他甚至要跟蘋果嗆 要跟臉書嗆 說你們不好好處理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因為他有信用 他騙得了人 他講起來跟真的一樣 更重要是他搞不好還很會撈錢 玩股市玩得很溜 所以這種人 其實比曹信誠更有欺騙性 危害更深 這件事情 我就是一個不懂的人都知道 股市是啥玩意 更重要你不能看台灣股市 你要看全球 也不只是股市 全球現在就是金融大戰 那個資本是如何在操作 那個美聯儲是全世界最壞的 最毒最惡的 可是在謝金河的心目中 那是標竿 天天拿他們說事 那些人在為惡的時候 那些人在收割 那些人利用金錢潮氣 到處在破壞這個世界的金融秩序 讓那些無知的股民 疊得頭破血流 傾家蕩產 你謝金河不斷沒有揭穿這種騙局 指出後面是多麼惡劣的一個賭局 而且是完全炸賭 而且是霸權炸賭 美國人在那邊稱要跟資本結合 你今天有良心 如果你有公信力 你應該指出這個 他不是 他cover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如果你不知道這個 那你是不懂 你是夠無知的 如果你懂你略過這個不講 那你這個人就是缺德 你不但不指出這個東西 你還把這個跟你的 台獨意識形態結合 跟股市的漲跌在那邊糊弄 你這個人實在是壞到幾點 好 現在一下子翻轉了 你直面問題 那個金融大戰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可以不把問題講清楚嗎 那你平常那個邏輯吹得很高興 股市在漲的時候 你看他不但撈他還得意得很 這為什麼台灣走大運 那你就錢財這麼多 股市這麼漲 那這幾天連續一直跌 你是什麼意思 台灣要走大煤運 倒大煤了嗎 什麼叫走大運 所以我說像謝金河這種人 跟曹青這種人 都是台灣最壞 最興風車 最作浪 可是他們洋洋得意 名利雙收 跟權力結合 然後吃香喝辣的 這還有天理嗎 台灣老百姓醒醒吧 好 請教明先喝 其實股市是很重要的 經濟的先行指標 剛剛翟軒也提到 為什麼今天台股會跌到1800多點 包括有國際的因素 包括以朗預告要打以色列 甚至還有美國的因素 包括輝達的設計出了問題 可能以後交貨的一個問題 所以台灣的經濟 是不是跟國際一樣連動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台灣過去在講是潛跌市場 跟受到國際的因素影響很大 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很大 這個才是真相 可是包括剛剛 包括鄭春琦老師也提到 謝金河 謝金河過去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也提到說兩岸關係 如果兩岸關係要越差 台灣的經濟才會好 如果兩岸關係很好的話 台股現在就不會上2萬點了 這套論述老實講 就把經濟 把股票 跟政治全部掛勾在一起 就剛剛在講說 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政治 可是現在就說把所有的台股 就跟政治掛在一起 跟愛台灣掛在一起 謝金河的這一套論述 讓民黨的很多民代 也都完全潛移默化了 包括我看很多民黨的民代講說 你國民黨執政 因為兩岸關係很好 所以台股最高就有1萬出頭而已 台積電就沒有辦法 沒辦法破千 結果你看我臉書大家 隨便搜尋一下吧 高萬民黨的基隆議員張志豪 前幾天也在po的 就是民黨執政 然後台股才能破2萬4千點 2萬多點 台積電才可以破千 所以他的結論是什麼 愛台灣很重要 全部都是台股會長 跟我愛台灣 我不愛台灣 台股就會長了嗎 那人人都要喊說 福清媚羊 福清媚羊 我愛台灣 台股就會 台積電就會回到1200 所以我覺得說 民黨這些完全都在洗腦 跟剛剛臨日攻擊 包括這些洗腦 政治洗腦都一樣 我覺得完全默示於現在的 剛剛所有的國際環境 包括地緣政治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這樣 所有的真的台股 你要把它處理起來的話 我覺得包括民進黨 要拋棄政治 要回到拼經濟的部分 大家回想一下 520賴清德就職演說的時候 大家回想一下 拼經濟在講經濟的部分 他的趴數 他的部分有很高嗎 沒有 賴清德完全在講說 包括國會的改革要怎麼樣 包括要論述要不能輸人 包括未來的在野黨要尊重 多數黨要尊重少數黨 那你拼經濟要怎麼拼經濟 所以包括AI台灣智慧島 包括用電的這些 到底未來該怎麼去處理 好 台灣要發展成AI智慧島 你行政院該怎麼處理 民黨該怎麼處理 你政府沒有措施 所以面對今天股票重挫 台灣不能只有壓跑半腦底 不能只有壓跑金電 對 那下一個發展的AI 我們用電夠嗎 政府要提出對策 而不是只有政治操作 好 上工 當然股票是資本市場 經常是一個經濟的反應 而且這個經濟的反應 不是台灣的經濟 而是全球的經濟反應 而經濟反應裡面 它又牽涉到地緣政治的問題 你像中東的戰事爆發 大規模戰事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這基本上就會影響到石油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有 某種的預期心理 那當然 輝達目前為止 它又是全世界AI上面的 一個重要的指標股 輝達最近的股票也不好 它又出現晶片瑕疵 所以它連帶的是半導體 一個全球產業鏈 其實它就是 動一把牽全身的概念 所以大家的認知程度上面 面臨到的是一個利空的因素 到目前為止看不到消除的狀態 美國的總統大選過程當中 它的一個政治的誰屬 未來誰屬 也處於一個未確定因素 所以它是一個全世界 牽一把動全身的一個局面 所以它的 美國的國內政局裡面 中東的地緣政治上面 台海的地緣政治 以及晶片的發展 以及所有產業別的 基本面與技術面的問題 它是一個全面性 所以當我們經濟好的時候 當我們的股票在飆漲的時候 你看到全世界各國大概主要的國家 股市也都滿好 它是一個全球性的狀態 所以當很多不確定因素一直存在著 美國總統大選的不存在 那個不確定因素以及中東等等這些因素 亞洲的股市 主要國家的股市 也一路就是趴下去 所以 股市好與壞 不是一個封閉式的刺激國內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懈